毒淀粉事件持续扩大 地瓜粉、太白粉也纷纷沦陷 台北医药大学药学系荣誉教授杨玲玲建议 民众在家里可以用白米或小米取代太白粉勾芡 不但能轻松享受美食 又能保障健康 这是一杯的白米 然后三杯以上的这个水 只要将一杯洗过的白米 加上三到四杯水 用裹着鸡打成浆 这样的白米浆就是最天然的勾芡方法 那打完了以后呢 如果这个呢 大概可以用三天到四天 可是你如果说一次没有那么多怎么办 那我们不是有那个冰棒的袋子吗 就把它装着小袋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呢你每次要煮的时候 就拿一包出来解冻 就可以一下去做勾芡了 在做咖喱、酸辣汤或玉米浓汤时 可以倒入白米浆做勾芡 而没有用完的白米浆 可以放入冷冻库 保存三到四天 需要时再解冻使用就可以了 你看这么简单 每一个人家庭都一定有 你只要一杯用火自己打 就可以了 对抗毒淀粉 DIY天然米浆 简单卫生又安心 o IF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